导演请指教的端水大师,朱志欣见谁都夸好,副首尔尬夸遭批评 最近导演请指教真的是让人看到了圈内辩论会,不少观众都表示点评时刻要比影片还要好看 最新一期中,节目播出了蔡康永和钱宁皇的作品 钱宁皇虽然没有被制片人选择,但至少是有基本功,短片也很有电影质感,软科幻题材让不少网友大呼有潜力 蔡康永虽然名气很大,但说实话拍片子的能力并不强,正片看上去还没有花絮搞笑,能看出增加了一些港台的喜剧设计,但已经有些落伍了 这部片的草点不少,但除了李成如的批评比较狠之外,大家都算是先礼后兵 当然李成如也不在乎,毕竟之前就已经不给人家面子好几次了 直白的还是少数,大多数都是端水大师 比如朱志欣,他的回答基本都是严丝和缝的 主持人问朱志欣笑了吗,他就回答笑了 而当主持人问在哪里笑了时,朱志欣恐怕是想不起来有什么笑点,只能装傻表示内心笑了 第二阶段,节目组还邀请了一些参加过辩论赛的艺人坐镇,目的就是要增加激烈性 结果一贯言辞犀利的傅首尔在面对蔡康勇时,也是夸多批评少 这让影评人直接站出来表示希望有些人能够真实且诚实的说话,就差指名道姓了 傅首尔则反问,难道这个电影就一无是处吗? 现场火药味十足 在观众看来,有些人拍的作品不错,却得不到好的成绩 有些人作品很差,却能奇怪晋级,还是希望大家都能真实吧